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于3月14日逝世 享年76岁 他被视为是继爱因斯坦后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他的葬礼在3月31日下午2点于剑桥大学的大圣玛丽教堂举行 一位葬礼采私人行事举行并不对外公开 只有霍金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事大约500人出席 但仍有大批民众来到现场目送福林队伍将霍金的灵鹫送入教堂 在电影爱的万物论中扮演霍金角色的演员艾迪瑞德曼 也在霍金的葬礼中为他读经 而霍金的骨灰将在6月15日安放于西米寺就此长眠 和物理学家牛顿以及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避临而居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陈玉珊 真理报道